這位網友他就講到這個問題 對他說 請問我打完雷射塗班後仿黑 但是我有天天戴口罩 而且晚上都有擦保養保濕 敷面膜吃維拉密衣等等等 可是他還是仿黑 請問這樣怎麼辦呢 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關於身體的部分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熔乳的部分 這一個網友他叫做黃珍珍 他是詢問說 如果乳房他有纖維囊腫 還適合做熔乳手術嗎 大概我們講的纖維囊腫其實就是良性的 那真正的纖維囊腫真的要惡化到惡性的這個過程 大概只有3%到5%的距離 所以如果說以纖維囊腫本身這個疾病來說 他不算一個疾病 因為四個女生大概就有一個 所以也就是說在纖維囊腫的部分 即便你書籤不知道你還是可以做熔乳 老師我們要提醒的就是說 如果說有纖維囊腫的狀況 可能你在做一些脂肪的封兇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這個纖維囊腫其實之後還是有一些惡性轉變的可能 所以我們導致建議如果說有纖維囊腫 或是有乳癌或是家族死的話 大概不適合再說有肢體脂肪的封兇 所以假體的話是OK的 假體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這一位日文這個要怎麼念 他叫做ドレミカルビ ドレミカルビ好 他問說磨滴 如果是做磨滴的話就絕對不會有水波紋的煩惱了嗎 以現在的狀況來說 我們只能說你做磨滴 他可以減少水波紋的發生 所以我們當然不能講說絕對不會有水波紋的問題 因為這個還是要看每一個人的熔滴條件 如果皮膚條件太薄還是有可能會很薄 就主要是皮膚薄或是比較瘦的 客人就是會容易有水波紋的問題 對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抽脂這個主題 這位網友他叫做李冠宏 他詢問說請問抽脂手術的方式是有難些呢 那是要剝開身體去做抽脂嗎 對 你腳很恐怖 對 其實抽脂來說 現在我們有一些很好的機器 如果說你現在是很胖的患者的話 其實以抽脂的管子大概一個正開一個空間大概4到5mm 也就是我們是用管子去做一些反復性重複性的一個抽脂 所以基本上不是要剝開身體的脂肪 但是因為身體脂肪會因為抽脂啊 會把它打通 所以有些橘皮的狀況在術後可能也會得到部分的改善 所以剛剛醫師有講到說抽脂會打通你認毒二賣 皮膚下面 皮膚下面認毒二賣 嗯好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不是剝開是打通你認毒二賣好嗎 那接下來這一位網友他叫做 乾媽咧乾媽咧 他說請問特殊超音波抽脂會很疼痛嗎 也需要全身麻醉嗎 對 麻醉的方式其實可以使用出眠 或者是全身麻醉 那至於是是否要出眠或全身麻醉 就有醫生或是麻醉醫師去判斷 如果說你今天手術時間非常長 甚至需要超過兩個小時以上 那當然是全身麻醉比較安全 那如果說你只是做局部的抽脂 或者是手術時間在一個小時之內 那有時候很多狀況 我們會使用書面麻醉 病人的揮護會比較快 我覺得今天網友真的賺到了 因為醫師真的講得超級詳細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到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會進入到下一個主題是 陰唇 陰唇也是很多網友想要問的問題 這位網友 1168XX 他說生產後的陰唇會不會跟原來的不同 例如變大了 那尿道的部分也會有改變嗎 我們講陰唇其實就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外陰唇的內陰唇 所謂外陰唇 所謂陰唇 大陰唇或小陰唇 這個在產後一定會有點改變 因為有一些荷爾蒙的刺激 黑色素的沉澱 內陰唇的部分就是屬於 比如說網友提到所謂尿道 或者是陰道 那這部分要看你是生產幾胎 像有些第一胎或許還不會做很大的改變 也不會有一些所謂膀胱下垂 甚至尿失禁的狀況 但是很多人在第二胎以後 多多少少就有這個狀況 因為第二胎以後那個子宮會長時間被壓迫 特別是連續生產 相對來說它一定會改變 所以就是好好對你的媽媽 好嗎這位168X網友 接下來是一位叫做陰唇 湯紅嗎 湯紅是不是 如果你覺得你的名字有被我們唸錯 請留言 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他的問題是說 請問陰地包皮和腹皮有什麼區別 那各自是指哪些部位 陰地包皮在最近比較受到重視 因為大家比較在乎性行為的生活品質 那陰地包皮 所謂包皮就是陰地被包起來 甚至有些人因為這樣子 它沒辦法刺激到陰地的部分 會導致性生活的一些困難 那至於腹皮就是陰地包皮旁邊 還有一兩小塊 比較屬於正常的皮膚 也就是你要分辨包皮或腹皮 其實最簡單就是說 你的外面部能不能看到陰地本身那個 因為陰地都被皮包起來那就包皮 如果你看得到陰地的樣子 只是旁邊有多兩塊皮 那就是腹皮 那腹皮是正常的 包皮是不正常的 金色跟那個包皮 男色包皮 你的手 對對對 請你的手 注意一下喔 這是合家觀賞的節目好嗎 對不起 對 好那接下來進入第三個回合 就是雷射保養的部分 那這位網友綠葉 他是詢問說 他如果施打595波長的染料雷射 來治療紅色的痘痘跟痘疤 這樣雷射素前術後 如果固定有在吃益絲痰 摩擬定的藥物 將會影響染料治療紅痘疤 臉紅血管的效果嗎 那以精神科的藥物來說 通常大概不太容易 導致一些術後的一些病發生 比方說做雷射 那他也不會影響到 染料雷射治療的效果 好那接下來這一位呢 他叫做陳彤彤 他之前在南部的某間醫美珍 所做過二氧化碳雷射 在術後傷口癒合之後 狀況跟沒有打 就是在還沒打之前是一樣的 然後他覺得有點 可能有點難過吧 因為醫美醫師打得不夠深 所以沒有把他的斑除掉嗎 還是需要再打很多次才可以除掉呢 那所謂二氧化碳雷射 是屬於企劃性的雷射 他的主要目的是在補疤 或是掃平那個皮膚的一些凹陷的問題 那因為皮膚有七層 光是你角質層 最表現的角質層就非常的厚 所以也要看你本身皮膚的條件 如果說你條件 你真的是很油性的 或是皮膚膚色比較深的 或是像男生一樣 皮膚比較厚實 比較粗的 你在做第一次第二次 的確有可能 看不出來很大的效果 所以大概做一次或兩次 我認為在判斷他的效果 可能還是有點早 好 maybe 第三 第四次效果就會出來 所以其實也是都是有點跟個人體質 會有一點關係 好你不要難過 你可以再去找你的醫師 應該是還是OK的 好 而且真的不可以擠 對 雷射治療是不能夠擠的 對 雷射治療一旦反黑 那就花半年是一年薪酸的規矩 好 接下來這位網友 宋J 這位網友 他就講到這個問題 對 他說 請問我打完雷射塗班後反黑 但是我有天天戴口罩 而且晚上都有擦保養保濕 敷面膜是為了他命醫等等 可是他還是反黑 請問這樣怎麼辦 反黑其實是很常見 在以雷射治療來說 大概都沒有因為 黃腫的關係 黑色素本身就比較多 那反黑是一個慢性的發炎反應 那這個發炎反應要代謝掉 皮膚代謝掉也要看狀況 有時候甚至要看工作的心態 所以工作時間拉得太長 有時候甚至在 坐在辦公室的日光燈之下 都會導致反黑 不會只有只是曬太陽而已 所以說基本上就第一個 你的生活作息能不能配合 避開所謂製造的一些光線源 第二個就是說 那你作息一定要正常 因為你要戒除抽菸 因為抽菸會導致黑色素 比較不容易推散 那最後就是飲食的部分 你必須要吃一些非吃雞精的食物 你不能每天去喝酒 或者是吃辣的 這個都會導致一些 所謂皮膚慢性的發炎 甚至有一些海鮮類你要避免 如果說這個東西 你都已經做得很好了 那還是反黑的話 那就可以做一些外用藥膏的處理 重點 要反黑一定是要保濕 你要維持皮膚在濕潤的狀況 不要讓它乾裂 使用一些非刺激性的一些保養品 或是洗面乳 但是一旦反黑 我們的經驗大概都至少到半年的時間 這個也不需要太急迫來去處理它 所以在反黑的時候 我們自己做美白 就是用美白的保養品的成分 是有用的嗎 那要看那個成分 如果說你含酒精成分 那反倒會讓皮膚受傷 或是有含酸的部分也不行 好 以上這些問題不知道有沒有解答到各位網友的疑問呢 那雖然醫師幫我們解答了這麼多 但是每個人的臉啊體質通通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還有任何的問題都建議你還是去找專醫師做諮詢 或是找我們的專醫師幫你做解答啊 隨時歡迎 好 那美醫師在這邊也非常感謝各位粉絲的支持 讓我們一路走來終於突破了 五千的訂閱人數了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一支也希望在2021年 能夠做更精彩跟優質的節目 繼續陪伴大家度過新的一年喔 那如果你還有任何想要知道的一美嘗試 或是不為了任何的一美咪咪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 今天的美醫出任務 非常感謝莊醫師特別來幫我們解答 讓大家獲益兩多 謝謝莊醫師 好 那今天的美醫出任務圓滿成功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不是小叮噹喔 明 buddies 這對你們的新集到這也是個 무� cứcic天 سے新一年 人數據 Review 藍術 覆了 藜術 incompet兒 例 好啦 再試rats 開啟小水 Long Long